跟同学面对面说话时 辅女同学突然冲过来暗头 导致我跟同学亲到了一起 她一边拍照一边喊着好好客 完全不顾我跟同学鼻血直流 她偷拍我和同学的日常发到网上 造谣我们是一对 网爆我的女朋友 让她放过我 大喊同性才是真爱 我们解释清楚后 她又将我们关在密室中 希望我们在危机中认清自己的内心 可那名同学有幽闭恐惧症 哈哈哈哈 清了清了 我客的CP是真的 我和傅成光捂着流血的鼻子 和刻薄的嘴唇痛到说不出话时 始作俑者拿着手机正在拍摄 镜头几乎对在了我们的脸上 面前这个兴奋到双眼放弓的女生 叫刘如烟 一个重度腐癌患者 自从她转学过来 每天说的最多的事情 就是男男才是真爱 男女只是传宗接代 如果她只是说说还好 偏偏她课 CP已经封膜 时常偷拍学校里长得不错 走得较劲的男同学 大家明明只是正常相处 在她眼里就成了在谈恋爱 我和傅成光更是她重点刻的CP 这不 我和傅成光坐在操场旁的阶梯上聊天呢 她突然从后面出现 不由分说按住了我懒的头 用力往中间移队 我跟傅成光没有防备 狠狠撞在了一起 刻得鼻血直流 嘴唇也刻破了皮 我有些浴血 看见地上滴落的鲜红 就有种强烈的失重感 赶紧抬手扶住了傅成光的肩膀 才没让自己一头栽下阶梯 柳如烟还在激动地叫喊 纪伯答 你可是公啊 怎么能这么娇弱 随即又一脸恍然大悟 我明白了 你就是故意的吧 想跟你老婆贴贴就直说嘛 还装一副柔弱的样子 哈哈 你这个浮黑公 她说着 又将镜头又往我脸上推了推 兴奋到 表面阳光大狗 被地势浮黑狐狸 搭配破碎感十足的青冷猫猫 好好客啊 傅成光 快抬头让大家看见你的眼泪 天呐 眼睛红红的 我见油脸 可以想象你在床上的样子 纪伯答 你真的好福气 她尖锐的嗓音 犹如一千只苍蝇在耳边嗡鸣 吵得我恶心又想吐 加上鼻血越流越多 脑袋也越来越晕 只想快点去医务室 于是我大喊了一声 你闭嘴 这会儿傅成光倒是缓了过来 她一把挥开柳如烟的手 冷声道 你有完没完 滚开 柳如烟一时不察 手机被打落在地上 她气得尖叫一声 啊 我的手机 傅成光你干嘛 傅成光背起我往医务室走 不想理会她 不曾想她捡起手机又跟了上来 在后面叽叽喳喳 你们是想二人世界 不想被打扰对吧 医务室确实是一个好地方 但是我跟别人不一样哦 我只会祝福你们 所以让我见证你们的爱情吧 她一引我跟傅成光不是一天两天了 还偷拍我们的照片放到网上 配上她自己编的小作文 供她的同类观看 以前这些行为 没有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也就算了 可她最近越来越过分 竟然为了她所谓的素材 开始亲自动手制造了 她看不见我和傅成光脸上的血 听不见我们的痛苦 只知道剑缝插针的记录 我们之间的肢体接触 那是她唯一能看见的 也是唯一在意的 我们暧昧的证据 柳如烟被处分了 因为我将她的行为告诉了老师 无论她自以为是的目的有多高尚 也改变不了她骚扰同学 并且害同学受伤的事实 老师让她公开跟我们道歉 并且承诺以后都不允许再骚扰我们 她起初不愿意 还阵阵有词地埋怨老师 这个社会歧视同性恋 他们隐瞒自己的性向已经很辛苦了 我公开支持他们 帮助他们合理地亲近一下有什么错 老师怒道 你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谁告诉你他们是同性恋 不准胡说 柳如烟不为所动 继续道 老师你现在让我认错 不仅是否认了我对他们的帮助 否认了我的善良 也否认了他们之间的爱情 你是老师 你不应该这么狭隘 我心举向正常的很 有正在交往的女朋友 被她在网上硬已经很反感了 现在还被她拿到现实里说 我气得只想骂人 我告诉老师 如果她再这样说 那我会报警到她造谣诽谤 幸好老师清醒 没有被柳如烟冠冕堂皇的理由糊弄过去 听完 又给她加了一份五千字的检讨 他们的性向如何不重要 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也没关系 这件事的重点是你害同学受伤了 伤害同学就得赔偿道歉 柳如烟不情不愿地给我和傅成光道了歉 还不忘在道歉里加带私货 就算你们不感谢我 我也不怪你们 我知道 你们还没做好面对世俗眼光的准备 如果我的道歉 可以让你们不那么恐慌 那我愿意 对此 我跟我女朋友白尾吐槽 她简直跟疯子一样 没有底线的兜 白尾也自称原单女孩 最喜欢看单美小说 平时会在二次元作品里刻CP 也就是看看同人文 买买周边 在他们自己的领域 跟一群志同道合的小姐妹一起 讨论喜欢的CP而已 从不会上升到真人 更不会干出丧心病狂 刻自己同学CP这种事情 果然白尾听了也很气愤 她怎么这样啊 太过分了 妇女的名声就是被这种人毁掉的 白尾告诉我 其实他们这个圈子 大多数都跟她一样 都是圈地自萌 很少有人刻真人CP 更何况还是自己的同学 但是个别人就跟柳如烟一样 那种已经不是刻CP那么简单了 在他们的世界里 异性恋简直就是最大恶极 但是 他们也不是谁都刻 长得帅的他们才刻 不帅的 他们就说人家侮辱纯爱 主打一个双标 这种人已经魔正了 精神跟不正常一样 你以后躲着他点 我十分赞同 跟这种人在一个班 简直太痛苦了 很快我就发现 对这种人光躲避是没有用的 三月的天气 被一桶凉水都投浇下时 我杀人的心都有了 没等我睁开眼睛 就听见柳如烟熟悉的尖锐嗓音 好你个渣男 傅尘光不在 你就跟别的男生亲亲我 考虑过傅尘光的感受吗 泼你一身冷水 你自己好好反省一下吧 然后转向找我问问题的同学吴涛 把他的试卷撕烂扔在地上 还砸了人家的钢笔 还有你 也不撒抛尿照照自己什么样子 也敢到贴纪博达 我告诉你 纪博达和傅尘光才是一对 你这种人 当小三都没资格 不要再自作多情地勾引纪博达了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书桌上一篇狼藉 我的书 我的资料和我的笔记 全都被水凌湿了 一瞬间 我的怒火直冲天灵盖 什么教养 什么风度 全都被我抛在脑后 砰的一下 我一脚踹翻了桌子 怒骂道 柳如烟你他妈有病吧 你有病就去治好吗 在这里发什么疯 我警告你 把我的书和资料全部恢复原状 不然这事我跟你没完 我向来以脾气好著称 所有人都没见过我发这么大火 都吓了一跳 柳如烟也被我吓到了 但是他依旧不觉得是自己错 还不忘举着自己的手机拍摄 论是你书桌的事情 我可以跟你道歉 但是你不该背着傅尘光 跟别人这么亲近 你这是背叛 他去参加物理竞赛 为了不仅是学校的荣光 也为了跟你一起去北大 纪博达 他为了你们的爱情那么努力 你可不能背叛他 我忍到极限才没揍他 我已经确定保送北大没错 傅尘光去参加物理竞赛 为的是北大的报送名额也没错 但是他为的是自己的未来 而怎么到他嘴里 就成为了跟我在一起了 我们努力学习 为的是博一个光明的前途 是为了梦想 而不是他一想的爱情 我跟傅尘光就是普通同学 这个事实我不是没解释过 可他就像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根本听不进去 我们不承认 就是惧怕世俗眼光 近期我们为了躲避他的骚扰 除非必要 连讨论问题都减少了 可他还是克生克死 说什么我和傅尘光现在的克制姻缘 都是为了巅峰相见 光明相爱 才压制内心的情感保持距离 我可去他妈的 我已经懒得再解释 直接抱了粗口 我背叛你大爷 你他妈以后离我远点 收拾好 给我滚 刘如烟缩了缩肩膀 站着没动 躲开我的视线后 自顾自的对着手击倒 他也害怕被自己老婆发现 所以才发这么大火 估计等老婆回来 就该跪搓一板了 疯子 他就是一个听不懂人话的疯子 我不想再说话 我只知道 他必须陪我的书和资料 然后滚出这个班 这个班要么他走 要么我走 我是绝对不会再跟他待在一个班了 这会儿 吴涛同学也反应过来了 他大叫一声 捡起了自己的钢笔 啊 我的万特家 柳如烟你个神经病 你陪我的万特家 班里在五岁的同学 也都从方才的动静中惊醒过来 搞清楚状况后 都义愤填膺的指责柳如烟 柳如烟你有完没完啊 你刻 CPG网上刻 待到现实就很恶心了 好吧 看见男的在一起就是一对 你脑子里除了男的爱情 没别的了吗 你爹身边没有男同事 你怎么不刻你爹啊 你怎么看男生一起做什么 都想谈恋爱 你能不能正常一点 柳如烟一看所有人都在指责他 他委屈的眼睛都红了 跺了跺脚喊道 跟你们说不通 你们这些迂腐的人类 我早晚让你们看清楚 我的眼光不会错 同性才是真爱 说完 一扭头哭着跑了 吴涛拿着笔追了几步 怒吼道 好你麻痹 柳如烟 陪老子的钢笔 这件事的后果就是 柳如烟被叫了家长 他爸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一直用同学之间打闹 哪用得着赔偿来敷衍 直到吴涛拿出钢笔的单据 并威胁说如果不赔就报警 钢笔是新的 四万多的价格 足够他吃一壶了 加上我的书 我的笔记 他也得掏钱给我买新的 顺便赔偿我的损失费 毕竟我做笔记也是要时间的 柳父亲为了不将事情闹大 忍着肉疼赔了我们钱 然后在学校里就将柳如烟打了一顿 脸都给他扇肿了 估计回去后也没躲过挨揍 因为接下来的一周他都没来学校 活该 我以为他不来学校 我们就能安生几天 谁知他在家休息都不消停 傅成光把截图发给我时 是晚上十一点半 我正在家里刷题呢 虽然我已经拿到了保送名额 但是优秀的学生千千万 我一点都不敢放松自己 每天都刷题到凌晨两点多 截图上是柳如烟在空口造谣 他给傅成光发了好多条信息 感谢我吧 我为你守住了你的爱情 不过你真得好好管管你老公 你最近不在他身边 他有点飘了 给你提个建议 男人就是靠下半身思考的动物 你想管住他 就要想办法管住他的下半身 你不是马上回来了吗 正好我给你一份 小兽如何榨干小公的册子 你要好好学 虽然他摇摆过 但是我相信他还是最爱你的 因为你不在的时候 他看别人眼睛都没有光芒 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 我会永远支持你们的 所以你和纪博达的聊天记录 可以给我看看吗 拜托拜托 后面是很多撒爬打滚的表情包 傅成光对此的回应十分简单 你有病就去治 然后把人拉黑了 傅成光问我 他又受什么刺激了 突然来这个 我无语的回复 别管他 他一直不太正常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早就把他拉黑了 因为之前他要和骚扰过我 我一句话都没说 直接删除拉黑一条龙 他加了我好几十次骚扰不断 我都没管他 这个时候我还没想到 柳如烟这种腐爱 是没有下线的 他拿不到我跟傅成光的聊天记录 所以他选择了伪造 顶着我和傅成光头像的聊天记录 在微博和小红薯上被曝光 伴随大量的我和傅成光的照片 引起了广大扶女的讨论和关注 柳如烟的账号 一下子涨了好多粉丝 他将自己的网名 改成了清晨CP是真的 怀疑我跟傅成光的名义 建立了属于我们的超话和粉丝群 他开始频繁地更新 自己伪造的聊天记录 说什么都是自己青年所见的小甜品 加上我跟傅成光的照片 配上他调的滤镜 和他自己编的爱美文案 我和傅成光 俨然已经被他塑造成了 校园单美小说的男主 纵然那些照片 都是我和傅成光正常交谈的 走路的 一起做作业的 对是的 有时候中间甚至隔了几个人 也能被他批成 只有我跟傅成光两个 很明显 他在利用我跟傅成光 满足他扭曲的癖好 如果我没有看见 那令人隔音的聊天记录 我不会那么生气 他伪造的记录上 我喊傅成光宝贝 平时住校 周末回家 除非必要甚至没有过多见面的我们 在他的聊天记录中 我们每天都在找时间约会 甚至在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最让我恶心的是其中一张 我宝贝 起来了吗 身体还难受吗 傅成光 你说呢 你昨天太用力 也太长时间了 我 对不起 你好几天没回来 我一时没控制住 宝贝 我以后一定注意 不让你那么难受 傅成光 得了吧 你一直都这样说 什么时候遵守过 我 嘿嘿 有时候忍不住吗 起来吧宝贝 给你买了粥 我一会儿给你送上去 傅成光 嗯 这就起 再给我带个奶黄包 恶心 恶心 恶心至极 他凭什么这么造谣我们 这跟造黄谣有什么区别 如果只是牵扯到我自己 我可能不会太在意 毕竟是假的 大家都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不会因为那些一言假的聊天记录 就误会我和傅成光的性向和关系 可傅成光不一样 他是单亲家庭 他妈对他的要求特别高 对他的管控也异常严格 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上 一点不满意都会有惩罚 导致他性格有些敏感 也很在意别人的目光 他日常只埋头学习 连正常的社交都很少 我算是少有的能跟他合得来 并且能正常相处的朋友 本来因为柳如烟的意淫 我俩已经刻意保持距离了 如今这样恶心的聊天记录一出 学校里多少都有些疯年疯语 这些人员时常会对我们投来异样的眼光 我不在意这些 可傅成光在意 他最近的状态很明显不对 今天上午出现的时候 他的脸上明显带着掌印 袖口上也有点点血迹 我意识到原因 本想去安慰他一下 结果刚靠近 他就硬及时地避开了我 虽然马上他就跟我道了歉 对不起 我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这段时间 你能不能不要靠近我 拜托你 他声音里的痛苦 让我无法忽视 还有两个月就要高考了 我不希望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 影响到他 因为我知道 只有考上大学 他才能远离他妈妈变态般的控制 想到造成一切的始作俑者 我气得手都在发抖 加上了柳如烟的微信 他立刻就通过了 先我之前发过来好几条信息 刻意过来感谢我吗 不用客气啊 我一眼就看出你们两个是真爱了 我每天更新你们的日常 就能让大家接受你们的感情 这样以后你们公开 就不会受到那么多阻力了 不过你们也太胆小了 大方的在一起又怎么样 每天暗戳戳的多累啊 我没看他那些自以为的屁话 请你立刻删除造谣我跟傅晨光的帖子 给你十分钟足够了吧 十分钟后我要是还能看见 别怪我报警 他立刻就正在输入 输入了好一会儿 才发来信息 我是帮你们啊 你怎么不是好人心啊 你们难道不想正大光明的在一起吗 你们早晚都要公开的 早点被大家知道 让大家早做心理准备不好吗 他完全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名玩不灵 根本听不懂人话 但我还是多此一举解释了一句 我再说一遍 我跟傅晨光就是普通的同学 你他妈胡说没完了是吧 还有九分钟立刻给我删掉 他没删 不仅没删 还篡改了我跟他的聊天记录 我本是在义正词言的警告他删帖 经过他一改 就变成了我颇为无奈的感谢他了 谢谢你为我们做的一切 但是帖子还是删了吧 他脸皮薄会害羞的 他回复道 啊 好多人支持你们呢 大家都喜欢你们的日常 我回了个无奈的表情 在我心里 他的心情最重要 这段记录一出 他的同类都客风了 在评论里大呼神仙爱情 既然说不通 我选择直接报警 柳如烟已经满18岁 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他被警方带走批评教育去了 但是 由于他的所作所为 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用我和傅成光的肖像 也没有做盈利性质的行为 因此 他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民事责任可以调解 警方建议我们私下商量一下 看你能不能私了 如果起诉 势必要浪费时间 我跟傅成光都还未成年 不想因为这种事 在高考前打官司 于是我接受了私了 提出让柳如烟 立刻停止使用我和傅成光的肖像权 删除相关内容 并赔偿一万元 柳如烟原本不肯接受 大呼小叫 说我跟傅成光是真爱 而他是为了我们好 警察对他的精神状态也很无语 都在批评他 你这叫造谣 若是不接受赔偿 那就让对方起诉 你硬诉就行 你干这种事 是要承担民事责任的 最后都要赔偿 也就是多少的问题 我态度十分坚决 不坚决一些 我害怕以他的尿性继续作药 只有付出代价 他才能长记性 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学习 我将这件事告诉了我爸妈 他们一听也很生气 当即给我找了律师处理这件事 半个月后 柳如烟家人才同意赔付八千元 我将这八千元多给了傅成光 因为他比我更需要这笔钱 他知道我的心意 便没有拒绝这笔赔偿 那天之后 柳如烟又是一周没来学校 再次出现时 他脸上还有没消退的肿胀 看来是得到了他爸妈的教训嘛 虽然家庭暴力不提倡 但是我觉得他活该被打 这一次 得到教训的柳如烟总算消停了不少 他被班主任调到了别的班级 也不在时刻出现在我跟傅成光身边 动不动就拿出手机偷拍了 对此 我跟傅成光都松了一口气 傅成光再次跟我道歉 也跟我说了当初他避开我的原因 果然如我所料的那般 对他紧密关注的妈妈 也看见了他跟我的绯闻 他妈并不像普通父母那样 先问清楚原因 或者是查清楚真相 他只觉得那些事情是丑闻 而被传出丑闻的傅成光 就该被他惩罚 傅成光解释了那是同学在造谣 他妈并不愿意听 一边打他一边还要问 什么造谣 为什么别人就造谣你不造谣别人 肯定是你干了什么烟杂事 人家才会这样说 你是一个男生 竟然跟男生传出这种事 你恶心不恶心啊 我告诉你 你以后离太远一点 再让我知道你跟他待在一处 我就去找他爸妈好好问问 他们是怎么管教的孩子 傅成光那段时间 生活在他妈全方位的监视下 他自然不敢再跟我走近 他除了我没有别的朋友 因为这种原因被迫跟我分开 他自己也很难受 他在黑夜里数次崩溃 咬破了自己的手腕 他袖口上的血迹 就是那样来的 我看了他的伤口 立刻将他带去医务室 因为他并没有好好处理 也没有好好包扎 时不时还用手指去扣 现在皮肉翻卷 还在肾血 显然有发炎的征兆 看见他这样 我心里难受的不行 更加厌恶有如烟了 如果不是他用自己恶心的癖好 去造谣我们 傅成光就不会经历这些 若不是他 我们作为普通的朋友 哥们儿 同学也没必要保持距离 幸好 我报警后 他终于安身了 我以为 他不敢再做什么了 谁知没几天 我女朋友白威就被网报了 网报白威的网友 正是跟着柳如烟 一起刻CP的那些人 其因是柳如烟 删除了我跟傅成光的CP帖子 他的粉丝都去问他怎么回事 他没有说实话 而是在群里编排了删帖的原因 他说 他删帖是因为被白威警告了 在他的口中 白威是纠缠我的舔狗 一直对我死缠烂打 穷追不舍 得知我喜欢傅成光后 他不仅开始针对霸凌傅成光 还警告他不准靠近我 他说 白威找到了他 威胁他删除帖子 不然就对他不客气 他害怕 只能删除 最后他又说 白威利用自己强大的家世 威胁我跟他在一起 否则就让学校开除傅成光 也让我读不了大学 在他的描述里 我和傅成光相爱 却不得不因为白威而分开 现在的我们很痛苦 很绝望 他同时放出了 我跟白威在一起的照片 在一些我看起来不太开心的照片上 标上他理解的情绪 什么痛苦 嫌恶 却不得不忍着 让他的粉丝 看我忍辱负重的样子 可是那些照片都是抓拍 我也并没有不开心 我不笑 只是因为我没必要时刻 都傻笑而已 而且那些照片被拍摄的时候 正是我跟白威商量 要好好看着傅成光 不能让他继续自残的时候 难道这种事 我也要笑着说吗 其实柳如烟说的 是显而易见的谎言 只要有理智的人 都不会相信那种 信口雌黄般的看图写话 可是腐爱晚期患者 不能用常理思考 他们总是将自己 放在道德之上的位置 俯视并必是现有的道德观 他们有自己的道德观念 坚持同性是真爱论 认同他们CP的人就是朋友 妄图拆散他们CP的人 就是敌人 他们也有自己的是非观 认同者是反对者非 自以为是的特立独行者 所以在他们的眼中 白威就是敌人 柳如烟负责提供白威的信息 他们不留余地的咒骂白威 抹黑白威 甚至给他寄来染血的诅咒信 还试图举报白威作弊 造谣他的私生活 建议学校开除他 他们在白威的账号下 发各种恶毒的言论 刷屏让他放过我 成全我跟傅成光 他们对一个无辜女孩的恶意 强烈到令人毛骨悚然 那几天 我有空就陪着白威 可是 我越陪着他 那些人的做法就越过分 周五 我和白威放学后刚出校门 竟然有人冲他扔石头 我及时发现替他当下了攻击 石头砸在了我的肩膀 顿时一阵声疼 我顾不得身上的疼 气得不顾白威的阻拦 冲上前一脚 把那个戴着兜帽扔石头的人踹翻在地 那人惨叫一声摔倒 帽子底下露出一张有些熟悉的脸 没等我细想在哪里见过他 他爬起来跑了 我想追 被白威拦住了 别追了 门口有监控 他这是故意伤人 你告诉学校 我负责报警 他能跑掉我跟他信 大爷的 老娘不发威 但我是Hello Kitty呢 有本事来啊 老娘怕你个地儿 高考前半个月 一柳如烟为首的三个学生 因为造谣声势 故意伤人 被学校暂时停课处理 也就是说 学校里参与了 网爆白威的三个学生 高考前都不用再来学校了 这个处理结果 我和白威 还有傅成光都比较满意 我们总算放松下来 悬身兴堵堵放在了学习上 很快就到了高考那天 我们三个都是保送生 不用参加考试 那天我们代表学校 陪着老师一起 在学校门口 未进考场的同学加油骨气 夏季 学子的热情更加沸腾 点燃了灼灼烈日 所有人都在为未来奋斗 包括我 也包括白威和傅成光 虽然还没入学 但是我们已经为以后的学习 卷起来了 此时的我们怎么都想不到 我们即将迎来一个重大的变故 笑死 柳如烟竟然还敢约我见面 我这就去会会她 看她还有什么媲美方 这是高考结束的次日早上 白威给我发的信息 附了一张截图 是柳如烟用手机短信 约她见面的信息 说是有话跟她说 请她务必出去一趟 因为前一晚我跟傅成光 讨论一道数学题到很晚 因此早上多睡了一会儿 我看见信息时 白威已经触发了一个多小时 我给她回信 我刚醒 你真去见她了 你跟她有什么好聊的 回来了吗 我去接你 她没回复 我下楼吃了的早餐 继续给她发信息 你还没聊完吗 地址发我一下呗 我去找你 我们说好了 今天一起去看电影吧 还要给傅成光买礼物 明天就是她生日 你可不能忘记了 这一次她回了我 连同一个地址 是玩密室逃脱的地方 你来这里找我 白威是说过 放假去玩密室逃脱 但是没说今天晚了 她一向是个 喜欢提前做计划的人 今天怎么临时起义了 我虽然有些疑惑 但是并不想扫她的兴致 便回复她 行 我现在出发 你等我 我跟我爸妈说了一声 打车到了地方 发现这家店刚装就好 有些昏暗的大厅里 一个人都没有 我直接给白威打了电话 那边立刻就挂断了 很快 一个人从里面跑了出来 却是柳如烟 她冲我笑的诡异 继伯答 你女朋友在里面等着你吧 快进去找她吧 我顿时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但是转念一想 这光天化日下 一个学生总不能还想绑架吧 但是安全起见 我还是握紧了手机 悄悄在拨号键上按下了110 一旦她有什么特殊举动 我立马就报警 柳如烟 白威在哪里 你对她做了什么 她耸了耸肩 眼睛里是无法掩饰的兴奋 你害怕什么 我才不会知法犯法呢 就是请你们玩一个游戏罢了 她就在里面 你想见她 就跟我来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答应了 但是进去前 我给我爸妈发了这里的位置 告诉他们 现在就来接我们 最好多带几个人 柳如烟本来就不正常 现在看起来更不正常 谁知道她会干什么 我不敢赌她的道德和良知 我妈立刻就打来了电话 我接了起来 快速道 我没事的 你们听我的就行 我爸妈是很容易沟通的类型 主要很了解我 因此他们没有多问 说了一声 我们很快就过去 便挂断了电话 我悄悄地打开摄像模式 跟着柳如烟走了进去 我在她身后 注意到她的身体在微微发抖 声音都跟着扭曲起来 纪伯答 这一次 我会帮你认清自己的感情和内心 我一听她说话就烦 忍不住打断道 快带我去见白威 她顿了顿 回头狠狠瞪了我一眼 嘀咕了一句什么 我没听清 但是想来也不是什么好话 她停在一个房间门口 转身对我道 她就在这里 你进去吧 我将信将疑地走到门口 没等我听清 一股大力就将我推了进去 接着 房门被用力关上 我立马爬起来扑过去开门 却发现门里没有把授 且已经从外面锁上了 柳如烟你疯了 快开门 白威在哪里 她在外面喊道 白威啊 她就在隔壁 不过要等你认清自己到底爱谁 我才放你去见她 纪伯答 我可是在帮你做正确的选择 毕竟选错了爱人 是要后悔一辈子的 你以后会感谢我的 这个疯子 她到底想干嘛 她在外面疯狂大笑 这才跟我说了她的计划 这里是她亲戚的店 刚装修好 还没开始营业 她便借来用用 跟她一起的 还有她那些姐妹们 他们一起支住了白威 将她绑在了隔壁的房间 就是为了骗我过来 这时 我又听见了黑暗中的喘息声 还有急促的抽气 我一下反应过来 这是傅成光的声音 糟糕 她有幽臂恐惧症 傅成光 我打开手机手电筒照明 在房间的角落 看见了傅成光 她的身体被绳子绑住 将近一米八的个子 此时却像孩子一样 蜷缩在一起 她紧紧闭着双眼 额头上都是冷汗 身体在剧烈地颤抖着 我瞧见她的嘴巴 被胶部封住 连忙冲过去 小心撕开了胶部 然后用嘴巴叼着手机 给她松绑 这期间 她只是急促地呼吸着 发不出一点声音 她颤抖得太厉害了 以至于我姐绳子 都有些困难 我知道她是什么情况 只能放轻声音去安抚 傅成光 是我 我是纪伯达 没事了 你别害怕 我来救你了 没事了 已经没事了 我来救你了 我说了很多遍 给她松了绑 可她依旧紧闭着双眼 牙齿也在不受控地 咬住了嘴唇 把自己的嘴唇咬得鲜血淋漓 跟高一那次一样 晚自习结束 她被人恶作剧 关在了厕所隔间里 那次很巧 我也在上厕所 听见了她崩溃的呼救声 踹开门就看见了 抱着脑袋 缩在角落里的她 那时她也是这样 将自己嘴唇咬得鲜血淋漓 还在小声地求饶 对不起 我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了 放我出去 求你放我出去 我知错了 放我出去吧 不夸张地说 那一刻的她 让我无比清晰地了解到 什么是具象化的恐惧 后来跟她熟了 我才知道 她家里有一个很小的杂物间 里面很小 没有窗户 也没有灯 白天也跟黑夜一样黑 从小到大 只要她哪里做得不好 或者犯了错 她妈就会把她关在里面 有时候是一个小时 有时候是半天 严重的时候甚至是一夜 她好多次都在里面窒息 昏迷 甚至恐惧到失禁过 黑暗 幽闭的环境 是她最害怕的地方 高二下学期有一次晚自习 像是突然停电 她也是立刻就抱着自己 缩了起来 那时的她没有再道歉 也没有再求饶 就像这次一样 我是一个共情能力很强的人 因此我其实能猜出来 她大概是觉得 认错和求饶都没有用 所以才选择安静地承受着吧 我跟她做朋友 时常跟她在一起聊天 其实也是在陪伴她 我害怕她再次一个人 遇到那种情况 我觉得优秀如她 不该被困在过去的 黑暗牢笼中 这一年来 她明明好多了 可是现在 她又被拖回了 黑暗的恐惧之中 我又气又恨又心疼 气得恨的是柳如烟 心疼的是傅成光 我将她抱在自己怀里 像抱孩子那样 轻轻拍打她的后背 没事了 没事了 傅成光 没事了 我带你出去 然后没有犹豫地 拨打了110 我告诉警察 我们被绑架了 傅成光 我来救你了 警察也来救你了 没事了 你别害怕 我们很快就能出去了 我紧接着又打了120电话 我感觉到傅成光的状态不对 我无法安抚住她 她不仅没有放松 而且身体开始静攒 我按照医生的指示 帮她放松身体 却没有一次作用 我只好遵医嘱 暂时将她放在地上 冲到门口踹门 对着外面大喊 快点开门 傅成光她有幽闭恐惧症 她怕黑 她现在情况很危险 赶紧开门啊 柳如烟 你想害死她吗 开门 柳如烟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依旧不以为意 幽闭恐惧症了 真是一个好病 最适合小说的病 哈哈 纪伯答 这可是你的机会 把握住 她就是你老婆了 赶紧抱住她 安慰她 给她安全感 这可是我给你创造的机会 我记得破狗大骂 草尼马 你就是疯子 你到底懂不懂什么是幽闭恐惧症 她会死的 你知不知道 你她妈给我开门 柳如烟沉默了一会儿 突然难掩兴奋地说 这样 你去亲她一下 我就开门放你们出来 我顿了一下 柳如烟 你还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吗 我感觉有眼泪滴落 我没顾得上 声音也带上了哭腔 她可能会死 你知道吗 听见我哽咽的声音 柳如烟兴奋地尖叫了一声 还说你不爱她 你都为她哭了 你赶紧去亲她 亲她一下 我就开门 我抹了把眼睛 大步走向傅尘光 你说的 我亲了她你就开门 对 你快亲 快亲啊 她已经激动到声音变形 尖锐到刺耳了 我没有犹豫 对着傅尘光亲了一下 可以开门了吗 柳如烟却不满意 太敷衍了 至少来个手吻吧 我怒吼道 你适可而止 她已经 这时 傅尘光的身体突然崩了起来 脑袋不受控制地往后仰 眼睛突然睁大 眼珠上翻 身体也剧烈地抖动起来 这让我联想到窒息前的鱼 我一下子就吓哭了 开门 她快不行了 开门啊 我求你开门好不好 这次没等柳如烟回应 我听见了杂乱的脚步声 和混乱的呵斥声 紧接着门就被撞开 光透进来的那一刻 我看见了怀里的傅尘光 她口鼻中 脖子上都是血 脸色惨白到像只一样 她被抬出去时 手臂从担架上垂落 掌心处血肉模糊 我突然有种难以名状的恐惧 跌坐在地上大哭了起来 被告人柳如烟 因绑架 故意杀人罪 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3年 这个案子打了两年的官司 柳如烟的家人上诉了两次 最终还是维持了原判 与这个案子的相关责任人 也都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他们似乎得到了惩罚 可他们并不知错 柳如烟直到最后都在说 他只是想帮我和傅尘光 戳破那层窗户纸 他说他只是想用那种方式 逼我们承认自己的信 他们当时为了禁据狸克CP 在那间密室里 加上了手机进行直播 不过也正因为这样 他们的犯罪事实 被记录得很完整 这才让他们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 这件事在网上引起了轩人大波 很多人都不能理解 怎么有人克的CP都这么疯狂 疯狂到竟然干出绑架杀人的事情 网友们各书几件 在网上对柳如烟一群人口诛笔伐 政府也关注到这种圈子的乱象 开始下令整改该方面作品 一切都好像往好的方向发展了 可是再怎么惩罚也只是坐牢而已 他们却依旧活着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总有能再次看见阳光的那一天 不像傅尘光 他永远留在了17岁的最后一天 他没能得到18岁的礼物 没能成年 就永远留在了那个黑暗的房间里 直到最后 他也不知道有人破开了那道门 带他去了阳光底下 判决下来后 白薇给我发了信息约我见面 他是从北大来见我的 大热的天 他骑得共享单车 额头上已经都是汗 刘海微微打了卷 奶茶店里 他打开冰奶茶喝了一口 给自己扇了山峰 才看向我 我打 你看 柳如烟已经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傅尘光全下有志 也会开心的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觉得人都已经死了 不存在什么知道不知道 就算真的知道 傅尘光也不会开心 他那么怕黑的一个人 永远都被埋在地下 怎么可能开心得起来呢 但是我也没有反驳白薇 我不应该毁掉他美好的想象 所以我转移了话题 上次不是说周六要去跟导师去临时一趟吗 怎么还有空过来找我 白薇轻叹了口气 不再继续那个话题 牵了牵唇脚道 下午才出发呢 所以我上午休息 想着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就想过来跟你一起吃个饭 我点点头 跟着笑了笑 行 那你想吃什么 咱们去吃 我们一起去吃了麻辣香锅 又一起看了长电影 差不多快到时间了 我将他送到了学校门口 跟他的老师会合 他临走前 拥抱了我 在我耳边道 我答 傅尘光的死不是你的错 这么久了 你该走出来了 等我回来 希望可以看见以前的你 好嘛 我沉默地目送他离去 在原地站了很久 才叫了车离开 去阳光诊所 我是一名心理医生 今天 我迎来了一位中断治疗一年多的病人 纪伯达 想到他的情况 我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悲伤 事情要从两年前说起 纪伯达的好朋友傅尘光死了 就是那个被腐癌患者绑架致死 闹出很大动静的男孩子 听说 他死在警察破门而入前一刻 傅尘光死后 纪伯达就得了跟他一样的病 他开始害怕黑暗 害怕幽闭的空间 他爸妈说 他成夜成夜地睡不着 夜里会蜷缩起来 躲在角落抱着头哭 于是 他被送到了我的诊所 开始接受心理治疗 我才知道 他在一遍一遍地回想那天的事情 本来模糊的记忆 在他的回忆里一针一针地被复原 他说 他想起傅尘光的身体 在他怀里一纷纷变了 他想起他对他做出的那些急救措施 他说没有学过急救 那些措施都是依靠本能去做的 那些行为是不是正确的呢 他在想 他的朋友会不会是因为 他没有做对急救措施 才死掉的呢 他说 他去踹门时傅尘光还活着 他说如果当时他的力气再大一点 如果他能踹开门 或许傅尘光就不会死了 他还说 或许他干脆就不要跟傅尘光交朋友 如果他没有跟他交朋友 没有跟他走太近 柳如烟就不会注意到他 就不会为了克CP 做出后续的一系列事情 他认为 如果那些假设里 他能做到其中一条 傅尘光就不会死 都是我的错 都是他的错 这个认知侵占了他的大脑 然后他就生病了 创伤应激综合症 必须经过心理干预治疗 才有可能恢复 但是也有可能恢复不了 主要看他能不能走出来 因为这个病 他没能去北大 而是在一年考去了 北京另一所大学 聪明的人 总是可以伪装成正常的模样 可是只有我知道 他病得越来越重了 第一年的大半年里 他一直都在积极配合治疗 可是效果不佳 他的潜意识在排斥我的治疗 我说不是他的错 他就反驳说是他的错 我试图将错误 往柳如烟身上引导 可他每次都提出 是他跟傅尘光走得太近 才导致柳如烟注意到傅尘光 我告诉他 傅尘光会感谢他这个朋友 因为他陪他度过了一段黑暗的日子 他却以为 是他没能将傅尘光拖出黑暗 反倒让他永远都埋在了黑暗里 于是我改变策略 我告诉他 可以你认为这是你的错 那就接受这个错误 然后改掉这个错误 以后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就好了 他难难重复 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吗 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接着我就发现 他病得更加严重了 从那以后 他开始害怕跟同性走太近 甚至觉得别人只要靠近他 就会变得不幸 他开始害怕异性的眼光 他们只是简单的看他一眼 他都浑身冒冷汗 无法呼吸 他成了同学眼中的怪人 我一直在劝他继续接受治疗 可他却不愿意了 他坚持觉得 只要自己不靠近别人 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中断前最后一次治疗 他崩溃了吗 他告诉我 他不知道该怎么配合我 他说 我没有救下傅尘光 明明就是事实啊 我要怎么否认这个事实呢 我从他家人 老师 朋友的口中 我知道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因此我更想治好他 他这样好的人 不该现在过去 在他中断治疗的那些日子里 我也没有放弃寻找治愈的方法 为了这个目的 我去找了很多人 他的家人 女朋友 老师 同学 最后 我去找了傅尘光的妈妈 我用了一个月 从他那里拿到了一本笔记 一本傅尘光 打算送给纪伯达的笔记本 之后 我经常给纪伯达发信息 试图劝他来诊所找我 还发动了他女朋友劝他 终于在今天 他来了 他第一次 向我发出了求救 求你继续 帮帮我吧 我呼出了一口 笑着将那本笔记本递给了他 这是傅尘光准备送你的礼物 看看他写了什么吧 他愣了许久 才颤抖着手接了过去 那本笔记的非夜上 只写了很短的一句话 纪伯达 我的朋友 谢谢你带我走出了黑暗 纪伯达又一次泪流满面 他哭着问我 所以 我真的带他走出黑暗了吗 当然 我认真的回答他 你的朋友 一直都很感谢你呢 全文完